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4月5号 礼拜五的午安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侯乃荣 投票讯息带您来关心到 花莲强镇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 其中沙卡档布道内 还有游行一家五口在内的六人失联 今天早上已经巡获其中两人 一名是女性 另外一名则是性别不祥 不过都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而失联一家人的老母亲 在前进指挥所落泪表示 原本他们是要回来祭祖的 途中先去泰鲁阁散布 还开心留下了影片 没想到遇上了地震 地震发生后你跟他们联络都联络不上 由妈妈打开脸书 儿子PO出一家五口 到沙卡档布道散布影片 泪水再也止不住 因为才上传没多久就遇上地震 从此下落不明 祈求他们平安 也感谢各位记者们 跟收救队的人 的帮忙 麻烦你们了 感谢你们 他们是来家这里玩 玩一玩所以才要回去拜拜 心急如焚由妈妈哭着 询问救难人员能不能跟着 进去花莲强镇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 特搜队在四号先将沙卡档一名受伤 妇人吊挂下山 还有剩下一名女游客 以及游信一家五口共六人等待救援 沙卡档布道的这个入口 可以看到毁损真的非常严重 而且到处通通都是落实 五号早上九点多 搜救人员在落实堆里寻获两人 一名女性 另一名等待确认性别 不过都没了生命迹象 游信一家三号为了扫墓 从台北返乡回到花莲 顺道线去泰鲁阁走走 没想到当天上午地震来 五人从此失联 只剩轿车还在停车场 搜救队联合国军五号一早 针对步道零点五公里 一公里两坍塌处开挖 现场执行空拍机 也派出搜救犬雷达声纳 众人合力搜 盼能尽快巡获所有人 记得综合报道 花莲强镇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 一名住在沙卡档布道内 三间屋的五十多岁妇人 被落石击中的头部 巡山员第一时间 先将她带到安全的河床处 彻夜陪伴 在早上九点呢 记者也跟着特搜队 组成的十二人队伍 共同进山救援 一路上走河床 速溪余震不断 走了两个半小时 成功找到妇人 将她吊挂下山 搜救人员站在土块上 河水湍急一个没站稳 跌了脚赶紧爬起来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沿路走河床 速溪水一度伸到胸部 沿路都是坍塌山坡 步步为营 因为余震不断 先看先看 担心上方落石 听从前方伙伴叫声 就要紧靠山壁 等待余震过才能继续前行 徒步走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终于找到带救妇人 她没有办法说话 不要再问我啦 头部遭落石击中 附了满脸瘀青 意识不清 搜救人员赶紧进行检疫爆炸 等待直升机救援 直升机在山谷盘旋 强大的风扬起河沙 搜救人员自己都站不稳 还是围绕着富人 将人吊瓜上机 进来沙卡当步道 大概在2.0K的位置 然后发现 磁脸的患者 头部应该是有被 那个落石击伤 那目前其实意识比较不清 华联三号强镇 泰鲁阁国家公园 柔长寸断 一名住在沙卡当步道内 三间屋的50多岁富人 被落石击中头部 巡山员第一时间 先将他带到安全河床处彻夜陪伴 直到4号早上9点 基尔跟着特搜队伍进山救援 一路上走河床 速溪躲落石 成功找到他 下午1点多完成吊挂作业 镜头也记录下搜救任务 无比减薪 基尔城经验华联报道 来关心天王新大楼拆除作业 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 整个拆除作业呢 会先去除正面的玻璃帷幕 接着再由屋顶基地台 逐层的往下拆 而这过程当中呢 会考量到建物的结构稳定 左右平衡来确保 整个过程安全无余 才会继续来进行拆除动作 不过在拆除前 出现了意外插曲 有一名天王新住户 闯进了封锁线 或喊着要回到大楼内 去拿重要的物品 情绪相当激动 拆除工程开工 祭祀祈祈福 祭福为王林典礼 典礼开始 前程鞠躬祭拜王林 天王新大楼拆除动工 祈福仪式 五号上午九点钟正式举行 不过在开工典礼开始之前 仍有天王新大楼住户 欣喜家中物品 闯进封锁线 情绪相当激动 随着拆除作业正式展开 大楼物品像雪花般片片掉落 由于积聚提早就位并且组装完毕 因此拆除工作提前到上午开工 首先会先拆除正面的玻璃帷幕 接着由屋顶的基地台逐层往下拆 过程当中还会考量左右平衡 确保结构安全 拆除的安全还有民众的安全为最大的考量 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站置的地方 站置在这个一个地方 那到时候整个拆除完成的时候 再让乡亲或许可以再到现地去寻找 7.2强阵重创花莲 天王新大楼首当其冲 整个拆除作业 预计将维持两个礼拜的时间 县府以及土木技师工会 也将持续在现场进行倾斜位移监控 确保安全无余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7.2强阵为花莲带来灾情 截至到今天5号为止 受损青岛的建筑物通报就有176件 不少受灾户前往收容中心 暂时安置 其中严重倾斜的天王新住户 回想起地震当下 惊险被救出 但是什么夹当都没有带 又没有亲友可以投靠 至今心情还是难以平复 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 便说兵哽咽 从长阵中死里逃生 什么夹当都还没来得及带走 事发第三天 妇人心情依旧无法平复 没有的话我无所谓了 我记得那个我的小孩的照片 7.2强阵来得突然 花莲截至5号受损青岛的建筑物通报 就有176件 其中倾斜最严重的天王新大楼 不少受灾户只能暂时前往收拢所安置 可以看到收拢所里面呢 其实有各式的帐篷 那来到里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有床 甚至是有物资 那大家在这里收拢呢 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花莲中华国小馆内总共提供 38顶隔坪让受灾户安置 另外还有食物易物 尽管生活起居暂时不成问题 但再怎么说 家说没了就没了 受灾户实在无法接受 消防队员给我救出来就叫我走 他说不要站在这里 不要站在这里 我家里的经营手细都没拿出来 三代四代人都住 还甚至住在里面的 他们把所有的一生的钱都投在了 有的人住了十多年 有的人是租客突然没了住处 又没有亲友可以投靠一场天灾 全变了掉 还好收容中心将持续继续协助 我们希望可以在周末以前 帮詹明找到一个可以 让他们长期拘留的地方 就怕外界帮助能够让受灾户 顺利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 建议 晓晓 肖志远 SNG小组 花莲墙报道 花莲墙镇上午吊派直升机 载送物资给受困的民众 也从精英酒店载出了9名伤患 而消防署指出 失联名单当中一共有4名外籍旅客 分别是一名加拿大 两名澳洲跟一名印度籍的游客 失联地点不明 还在用手机定位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们 消防人员将超过10大箱 共400公斤的物资 火速放进直升机 因为救援刻不容缓 空情总队一早将近7点 前进花莲灾区 将民众服下机直升机 从花莲精英酒店 再回9名伤患 分别有7名台湾人 一名荷兰 一名香港籍旅客 新疆慢性病患者和老弱妇孺救出 其中更有一名是孕妇 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在物资跟饮水的部分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 利用空中直升机的方式来补充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陆陆续续 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的 证员持续进行超过700人受困 还有18人失联 其中三名外籍人士 分别是一名加拿大籍男性 和一男一女澳洲籍游客 下落不明 还有一名印度籍男性旅客 在台八线175公里处 失联后 目前也找不到人 外交部会提供号码给我们 那我们会交给警方来定位 以便于缩小搜寻的范围 全台地震 花莲灾情严峻 外交部前一天下午指出 71名外籍游客已经获救 而多位驻台代表 也对搜救人员表达感谢 就派能早日救出受难者 让他们平安返家 记者花莲总统报道 花莲墙镇让苏花公路柔长寸断 大面积的摊房还有土石 完全阻断了道路的通行 尤其在大清水隧道外 下清水桥 整座桥更是一声断裂 今天早上大行的积聚 陆续的进驻 这首要任务呢 就是要在山区的旧路廊 来搭建起便道 最快希望在明天 就可以让小车通行 但是呢 下清水桥是苏花的通车关键 预估要到年底 才会重建完成 大行机具好不容易进驻 挺进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 因为长正让隧道外的下清水桥 整座桥消失不见 首要任务就是要赶紧搭建便道 逆头的崇德隧道 同样派出怪手 开始慢慢清运路面上的大棵巨石 工程人员烧精子 祈求顺利 毕竟这一阵苏花公路柔长寸断 要全面恢复通行 是一大工程 黄连7.2强正让苏花公路满目疮痍 工程人员感叹简直比921还要严重 苏花公路沿路土时阻断通行 最关键的下清水桥 攸关苏花路廊能否通车的关键 下清水桥修建工程一共分为四阶段 预计年底才会重建完成 目前已经先找到过去山区的旧路廊要修建便道 希望最快能在6号让小车先通行 5月底才会开放大车 在这之前大车都将以中横台八线当作替代道路 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土石啊 然后都先清运出去 然后方便6号前开工这样子 整条苏花公路何时能全面恢复通行 目前还是未知数 工程人员冒着危险挺进严重路段 与时间赛跑要用最短时间 尽快让整条苏花公路恢复原貌 这里有王如香冯浩宇花莲采访报导 在大地震发生当时苗栗市有一名赖姓男子赶着上班 透过远端监视器查看家中行动不便的母亲状况 发现原本应该照顾母亲的外籍看护 被大地震吓到了直接往外跑 根本不管老人家 甚至于不敢进屋 由于这名贪户是去年7月才到台湾 头一次碰上这么大的地震 让赖先生看了是好气又好笑 3号早上7点58分地牛大翻身 穿白衣的外籍看护温达完全不管雇主的老妈妈 还坐在椅子上 而话不说人就直接往外冲 等到地震结束任凭老妈妈怎么喊 她说什么就是不敢进到屋内 不断在门口徘徊 旁边看着看没有人啊 那那个手机倒下来了 我就喊他来怕 人家叫外劳 这不真没没看到 那你妈妈怎么生生不坏 外劳她都不全进来 她们吓到了吧 赖心雇主表示 84岁老母亲行动不便 去年7月请来温达帮忙看护 看到地震发生当下 温达的反应是好气又好笑 之后透过仲介翻译才知道 原来她在老家没遇过这么大的地震 才会吓到受足无措 事后温达不断向雇主和老人家道歉 雇主也体谅她原之常情 不过同样在苗栗来台已经一年的越南籍看护 同一时间则是慢慢牵着老人家出门 还好大家都平安无事 借张心结 苗栗藏导 在花莲大地震之后 东华大学理工实验室起火燃烧 这火势足足烧了22个小时 直到昨天4号的清晨才完全覆灭 校方指出了这火灾发生的原因 是因为强震袭来 实验室里药品遭到震落之后混合 互相产生化学反应导致起火 由于现场有非常多净水性的化学物质 因此紧销无法出动水车来拌救 只得无奈等到火势减缓之后 这燃烧面积已经超过了上千坪 整栋大楼复制已去 财产损失 初步得奥特达了4亿7千万 大火吞噬整栋大楼 校园建筑上方农烟密布 花莲地牛大翻身 导致各地灾情不断 东华大学理工艺管低洞 更是因为火灾整栋复制已去 由于这次火灾是掺杂化学物质的 复合型灾害 导致当地救灾困难 火势延烧了大约22个小时 才逐渐扑灭 我自己是实验室里面了 是哦 医器啊 药品啊 然后研究资料啊 失火的实验室里头 有相当多化学药剂 像是非水溶性溶剂 氮气瓶等化学物质 难就难在 一旦贸然涉水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紧销采防御策略 通过隔绝隔离等方式 来控制灾情 那在地震摇的过程里面 换药剂 倒了药剂也就经过长时间之后 它混合在一起就会起火 那本来想隔楼层 哪怕挤在第四层 那看起来后来并没有成功 它透过管线 我们要创造不同的楼层 校方透露当下除了火灾化灾 再加上因为地震的关系 对外交通中断 所有状况同时发生 导致警销化灾紧急应变小组 第一时间都无法抵达现场 唯一好消息就是这次灾情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不过财损却相当严重 光是实验室器材就高达 四亿七千万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 化学的系 然后一个物理系 实验室的设备加起来 目前我们统计出来 是四亿七千万 整栋实验室烧个金光 大约近两百位大学生 研究生学习势必受到影响 校方已经寻求 友邦学校支援 并让校园重建计划 可以越早起步越好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这次花莲规模7.2强震震撼了全台 而在台南拥有356年历史的五庙 出现了毁损 后殿玉莲寺 三座大型的减粘塑像 遭到震毁掉落 而在仁德大甲呢 在地震前接连两天 湿木鱼温竟然出现了 数千尾的湿木鱼 在水面反复跳跃 这画面相当惊人 也让人吃乎夸张 上千尾湿木鱼 鱼在鱼温里不断跳上跳下 这不寻常的画面 就发生在花莲规模7.2强震前两天 透过监视器一看 令人惊呼连连 而地震不只影响湿木鱼温 就连拥有356年历史 台南烟水五庙塑像也被震化 一阵天遥地洞 庙方人员听到声响赶紧跑出来 一看不得了满地都是碎块 原来是五庙后殿玉莲寺 三楼屋檐上仙女简年塑像 被震道掉下来 好在没有砸到人 事实上花莲大地震发生前 嘉义布袋就曾地牛翻身 当时造成后殿三楼两座简年塑像掉落 没想到四个多小时后出现花莲强震 又震化一座 地震回损百年古迹 目前市府团队也将会协助庙方 尽快修补五庙 记者洪福齐台南采谋报道 新北戏指街头上演了警匪追逐战 还枪击连连 有辆车沿路闯红灯 远景上前蓝茶 没想到嫌犯不但不配合 还冲撞警车 远景拔枪呵斥 连开11枪 嫌犯还是加速逃逸 最后汽车逃跑 警方事后找到这辆车 结果发现脚踏垫下 还藏有大量的毒品安非他米 警车鸣敌沿路追 只见白色轿车高速狂奔 跨越双黄线直接左转 但转向后又突然急煞 倒车掉头 警车追上来 但驾驶不停就是不停 还冲撞警车 整台车转了180度 被逼到旁边 嫌犯还是不配合 远景只好拔枪朝车轮连开了11枪 不料嫌犯人不怕 踩下油门逆向直直冲 车子中弹 嫌犯最后果断汽车逃逸 大半夜大街上上演警匪追逐站 还强声连连把民众快吓坏 就听到啪啪啪啪 应该是枪声而已 至少有五六声以上 就吓一跳 三斤半夜很极劲 然后忽然就连六枪连没有停止 事发就在3号凌晨3点多 远景在新北市汐止区巡逻时 发现有辆车一连闯了好几个红灯 不但不服盘查还撞警车 甚至开枪也阻止不了 依然继续逃 警方事后在路边找到这台车 一搜才发现脚踏垫下 藏着毒品安非他命 在大同路二段 询获该逃逸车辆 并于车内查获大量毒品 于当日下午及查气乘客到案 该车驾驶持续追气中 车伤乘客被逮后 全盘否认持毒 统统推给驾驶 现在远景全力追气 证明藏毒又嚣张撞警的恶劣嫌犯 高雄有修旅车驾驶想闯红灯 轿车驾驶不让 按喇叭提醒 惹得对方不满 竟然追了上去 持棍棒下车 诿棒理论 虽然轿车驾驶不提告 不过修旅车驾驶行为 涉及了刑罚恐吓罪 警方将通知他到案说明 并且针对违规的部分 自担举拔 变道口 轿车和修旅车僵持不下 没多久 轿车直接从修旅车面前开过去 这举动惹怒修旅车驾驶 竟然追上去 超级棍棒和乘客两人一起下来 挥舞理论 吓得轿车驾驶赶紧开走 报警处理 到底为了什么原因 火气这么大 警方到场一问 轿车驾驶这样说 我那边已经是绿灯了 而且绿灯已经有一两秒了 但是他还迟意要过 所以我按他喇叭 我就跟着我到那个路口 我在等红灯的时候 他就下来 原来修旅车驾驶下高速公路变道口 明明红灯坚持要闯 轿车因为是绿灯 不肯让步才会按喇叭提醒 结果惹怒对方追上来 挥棒理论 本案旅然虽不提高速 白色修旅车驾驶驶以乘客 来设有刑法恐吓罪 一通知到案后 一若设人不法将医松侦办 修旅车驾驶除了涉及刑罚恐吓罪 交通违规部分依照道交条条例 闯红灯最高可罚5400元 路口违规林亭最高开罚600元 违规在先还持棒恐吓 这下不仅吃罚单 恐怕还得备送办 记者梁子院王成龙 高雄采访报导 不满行人走太慢 驾驶竟然跟对方上演了全武行 高雄有一名零星驾驶 4号凌晨开车行进六合夜市 眼看着前方红信行人 用走的走太慢了 他按喇叭提醒 并且下车理论 没想到一言不合 双方就这样当街打了起来 随后驾驶还撂人前来 警方货报道场 立刻拔枪呵斥 娇袭扎的嚣张气焰 凌晨夜市前 一大群黑衣人挑衅怒呛 远警当机立断 赫施拔枪 眼看警方展现公权力 扼杀们这才信心然散开 优势警力抵达 迅速控制现场 但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烧倒前 两名嫌犯上演全武行 两名男子当街咆哮 随后你一拳我一脚 互而互打 而两人冲突原因 竟只是因为驾驶不满行人走太慢 这才点燃怒火 有人开车按喇叭 行人连理冲突 肢体冲突 事发在4号凌晨2点多 高雄新兴区六合夜市附近 当时零星驾驶开车行驶 不满前方鸿信行人走得太慢 按喇叭提醒并下车理论 没想到一言不合两人打了起来 驾驶随后还绕人前来 警方火火道场立即拔枪戒备 展现公权力 有民众昨天下午搭乘台铁区间车 从丰园往南行驶 当时车上人潮众多 却直击到一名女子 拿包包占位子 不愿意让坐给其他人 有人出声请她礼让 却没想到惨遭标马 女乘客整个事故过程 都被拍下来分享到网络社群 让不少网友惊呼实在很夸张 铁路警察局表示没有接获通报 不过铁路公司提醒了 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 可以赶紧按下车厢内的 紧急对讲按钮 通报列车人员前来处理 人潮拥挤列车内 带着眼界女乘客用包包占位子 被其他乘客提醒让位 居然还高分被回呛 那你是不是在台 是你的位置啊 小姐你一个人坐两个位置 你敢拍我来不然就在谁 是你的位置 你敢跟着 掌握到哪里看你来 不仅爆出口标国骂 甚至还表态自己的政党倾向 怒呛不然你什么党 阿嬷 你是多担 我那边拍 连珠炮刺不断狂飘将近五分钟 还穿着鞋子一巧踩跨在椅垫上 甚至一度暴冲做事要动手打人 整个离谱行径全被一旁民众拍下 我觉得他这样是不对的行为 妨碍到别人的那个潜意 这起列车冲突发生在四号下午一点多 一辆风源往南新舍区间车上 影片被分享到网路社群 不少网友惊呼这名女乘客 行为举止超没水准 站位不离让实在有够差劲 她如果真的起来骂我 那我就请列车长过来处理吧 所幸女子最后在太原站下车 没有衍生这起冲突 铁路警局表示没有接获报案 而台铁公司提醒 民众如果碰到类似情况 可以赶紧按下车厢内紧急按钮 联系列车人员来处理 避免再衍生不必要的事端 接受金明 王胜炫台中报道 南投竹山有一家人到火锅店用餐 但就在准备开吃的时候 看到了滚烫的小火锅舱头里 浮出了十几只白色的虫 瞬间胃口全无 他们找来店员希望知道虫的来源 但现场等不到业者的回复 让当事人气得po上网 售后店家怀疑是肌肉有问题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好几只白色小虫 漂浮在小火锅汤头 用筷子确认 眉眼花是虫子没错 民众看到眼前正幕 瞬间没了胃口 一旁汤头也有白色小虫 怎么下得了口 王先生跟家人四号来到南投竹山的小火锅店用餐 点了四种火锅共六锅 没想到其中两锅都飘出白色小虫 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眼花 不敢相信 找来店员希望知道虫的来源 现场却等不到业者答复 也提醒业者就是要做相关的一些清洁 所以业者也非常配合在昨天的第一个时间 就先自主性的暂停的营业 再配合卫生局检视完 然后再继续营业 业者怀疑是当天锅内的鸡腿出了问题 事后也向王先生打电话致歉 判平息风波 只是原本打算开心到火锅店用餐 还没开吃就先气饱是否又是食安拉紧报 记者 宗路诚拿头报道 昨天深夜到今天的凌晨 全台各地陆续出现了强风 还有民众抬头发现天空出现了橘色 担心是不是天有异象 会有较大规模的地震再发生 还因此吓到睡不着觉 不过气象专家贾欣欣指出了 云嘉一带的沿海地区处在封面的前缘 因此伴随着偏强的对流系统出现 才会有短暂的强震风 而且强调地震跟天下没有直接关联 也提醒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一阵阵风声呼啸而过 伴随带点橘色的夜空 嘉一地区的民众在4号时拍下这一幕 隔着一扇门也能明显感受到强风来袭 网路上也掀起不少人讨论 有网友回想921那天也是突然起风变凉 认为这种风不寻常 觉得这几天还会再有较大规模的地震发生 还有网友直呼可以安心睡觉吗 而这波强风在台南云林的民众也都感受到了 云嘉一带的沿海地区 在封面的前缘 伴随比较明显的对流的系统 那就会出现这种比较短暂 比较强的一个阵风 倾向专家给出答案表示 4号时的强风是受封面系统影响 不止如此 各地民众抬头也发现一片橘色天空 难道是天有异象吗 还有人直呼5号凌晨一点看到很红的天空 还是觉得好可怕 专家强调强风跟天空颜色 跟地震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5号开始受到微弱封面影响 张环以北 宜花东都要留意局部短暂雨 尤其在周日 金马跟宜花外海地区 可能出现较大雷雨以及强震风 周日跟下周一的话 各地都有决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营 或者是雷雨的现象 周日之后的降雨会慢慢的逐渐减少 至于国道方面 清明廉价第二天 北部跟中部局部路段车潮陆续涌现 高工局建议国武南向用路人 可以等到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 避免塞在撤震 记者组合报道 强震过后 渔震仍然持续不断 至今已经将近有500起了 有民众直呼说 真的是摇到心好累好崩溃 而昨天到今天清晨 花林外海又发生了瑞士规模 5.1跟5.3两起比较大的渔震 气象署就表示了 像这样比较大规模的渔震 其实已经慢慢趋于减少 小地震还是有能量的释放 但不排除后续 还是会有规模5到6的渔震发生 不过花林要发生比规模7.2更大的地震 机会是比较低的 而这几天嘉义地区也发生了 两起规模4以上的地震 加上距离1906年的 梅山断层活动百年周期 已经超过了 有不少专家也在讨论 梅山断层在未来50年 发生大地震的几率 强震发生后 至今大大小小的渔震 已经超过了450起 4月4号晚间10点半 还出现规模5.1的渔震 花林 宜兰 南投都很有感 没想到5号凌晨2点35分 又地牛翻身 这次规模更大达到5.3 地震测暴中心也针对 宜兰花莲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 有民众担心 接下来渔震的规模会不会更大 大规模的地震 目前慢慢慢慢是区域比较平缓 台湾的本岛 其实很多的一个地震 都有可能随时会发生 并不会因为规模7.2的地震 发生以后 就做一个完整的能量释放 这几天已经有民众被震到 受不了跑到地震测暴中心的脸书上 留言说心好累好崩溃 哀嚎被震到不敢睡 甚至有网友说 摇到都有幻觉了 我们的本体感觉 或者是我们的前厅系统 因为过分焦虑的关系呢 有一个错觉 一般来讲会建议个案呢 就是桌上放一杯杯水啊 如果水面是平静的 基本上就我们就跟我们自己说一声 啊 现在没有地震 超过一个月都要来找一下 专业的人员的身心科精神科 只是后续余震不断 有网友担心会不会把西部的断层摇醒 尤其在7.2强震发生之后 这几天嘉义地区也发生了 两起规模四以上的地震 加上距离1906年的梅山断层活动 百年周期已过 更有不少专家讨论梅山断层 在未来50年发生大地震的几率 大众或关切梅山断层的一个状况 这个这一块也是我们在加强监测的部分 因为梅山断层从1906年的错动到今天 已经有120几年了 那这个能量累积的状况是有需要去注意 尽管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余震数量慢慢去以小区域地震为主 但民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继续报道 微服部健保署公告 今年最新健保核价的药价 4月1号开始实施 药价调整之后 药厂跟医院已经展开溢价了 如果药厂方面不愿意降价的话 医院在成本的考量之下 将会出现一波的换药潮 其中又与地区医院跟基层的诊所影响会有比较大 另外有民众担心说 如果习惯用药被换药之后 会不会出现副作用或是疗效变差 有医师就建议了 如果被换药 也务必要多观测健康的状况 并定时跟医师讨论 民众排队领药为福部健保署公告 今年最新健保核价的药价 4月1号开始实施 药价调整后部分医疗院所面临换药潮 比如说医院过去赚了三块 现在变成赚两块 让厂商吸收一块 如果厂商不愿意的话 就会被医院换别家的产品 据了解确实有地区医院和基层诊所等规模 较小型的医疗院所面临药品采购问题 这波换药潮慢性病用药的民众 恐怕会首当其冲 药室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黄金顺透露 这波药价调整多属于慢性病用药 分别为心脏血管神经系统 及全身性抗感染用药 就怕药价调整后 医疗院所会出现换药潮 预估影响患者将达六百万人 有民众忧心习惯的用药被换药以后 是否会让疗效变差或产生没预期到的副作用 我知道医生会解释说我现在跟你换了什么药 我如果吃了药我会觉得不舒服 你就可以回诊 你也不要等到自己吃完再去 我觉得你自己反应比较大 就算被替换的话 所有的药物也是经过食药署认证合格 我觉得这个政府的对民众的说明是不够的 心脏球会秘书长王宗道提醒 民众遇到医疗院所换药 需多量血压 查看血脂数据 随时注意病况 也呼吁健保署放宽心血管疾病患者 用药限制 减少药价调整 引发患药潮后 病患可能面临的健康隐忧 这讲响月灵凡台北采访报道 花联强阵导致苏花路狼中断 航港局除了在昨天调派台北快轮支援海上输运 新台马轮也在今天加入了输运行列 上午的9点30分从苏澳港开航 跟台北快轮不同 新台马轮这个旅客是可以跟车辆一同上船的 而且因应紧急输运 不需付费 让不少人直呼很便民 苏澳港边车辆一台接着一台大排长龙 拉下车窗由海巡署人员逐一确认资讯 花联强阵导致苏花公路中断 航港局4号先是安排台北快轮往返苏澳港与花联港 但只载车不载人引发议论 航港局研议后在5号加派可人车共乘的新台马轮前往花联 民众直呼相当便利 我们人到处 可以回去就行了 这你今天很便民 担心会不会回不去 还好有这个游轮可以坐 多亏书运干上七名扫墓 这一家人终于松一口气 人车共乘的新台马轮可搭载642名旅客 超过40部自小客车 5号上午9点半从苏澳港开航 宜兰往返花联车辆全载满 越两个半小时抵达 因为紧急书运民众不需付费 并有海巡全程护航 预计在下午2点半从花联港返航 总数呢预计今天往返的这个旅客有494人 车辆数是达到276辆 车辆还是旅客都增加很多 新台马轮6号也出动 预定下午9点从苏澳港出发 下午1点半返回 新被人船只加入树云行列 维持移花之间的人车顺畅通行 也不让花联成为孤岛 解一栏最后报道 怀疑大事件外电焦点 带您来看到是花联规模7.2的强震过后 日本各界感念台湾在311大地震时 慷慨解囊 也接连发起了募款活动 摇滚天团XJapan的团长 自己就捐出了1000万日元 大约是台币200多万 还有日本全家以及连锁餐厅巴米扬 也都在店里设置了捐款箱 网友纷纷表示 要把过去受过台湾的恩情加倍共还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 台湾不仅第一时间组织救难队前进日本 民间捐款也相当踊跃 总计捐助超过200亿日元 一月能登半岛地震也有超过25亿日元 而花联发生7.2强震过后 日本网友感念台湾的恩情 纷纷表示要加倍奉还 除了民间小额捐款 日本摇滚天团Ex-Japan的团长Yoshiki 更大手笔捐出1000万日元 约台币200多万 给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日本全家5号起 则在全国16300多家分店设置捐款箱 发起围棋党桌的募款活动 日本联手中华料理餐厅巴米扬 同样也在全国2700家分店设置了捐款箱 日本非营利组织和平之风旗下的 空中飞行搜索医疗团Aros 也在雅虎设置募款专业 截至5号上午为止 已经募到了7500多万日元 和台币约1600万 款箱正在确认灾民的需求后 用于购买食物 医药用品 以及搭建避难所等必要项目 此外在311受到重创的 工程县南三陆艇医院 有高达四成的重建经费 来自台湾上款 花莲发生大地震 南三陆艇公所 也立即在四个地点设置捐款箱 日本民间纷纷动起来 持续台日之间善得循环 是为了编译 来关心美国加州洛杉矶 复活节发生了 当地史上的最大窃案 一处专门用来保管 各企业现金的设施 遭到窃贼闯入 总计高达3000万美元 大约是9.6亿台币的现金 全部不一而非 惊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进入调查 美国加州洛杉矶 3月31号发生重大窃案 盛飞南多谷郊区的希尔� 专门保管各企业现金的设施 遭人闯入 专门保管各企业现金的设施 遭人闯入 现在则从屋顶闯入建筑物 敲开了存放现金的保险箱 外观完全看不出任何异状 直到隔天保全打开金库 才惊觉失窃 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而且知道保险库存放大量现金的人非常少 是否可能有内神通外鬼 FBI跟洛杉矶警方正在联手调查 加州现在成了窃盗旅游的热门景点 来自南美的窃盗集团利用免签入境 专门锁定富裕的社区豪宅闯空门 住在局局的这对夫妻 保险箱的贵重珠宝全都被偷 损失高达800万美元 约2亿5000多万台币 以色列1号在加萨的空袭行动 炸死了7名非政府组织的员工 引发了各界的踏伐 美国总统拜登4号跟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通电话 拜登要求以色列立即在加萨停火 美方表示如果以色列无法提出 具体的改善人道主义措施 美国就要改变对加萨的政策 形同是最后通牒的要求 会不会扭转加萨的局势 还有待观察 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 7名员工 1号遭到以军空袭命丧加萨 引发各界踏伐 美国总统拜登也看不下去 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在加州 跟以色列总统拜登 白宫表示拜登明确告诉纳坦雅胡 以色列必须提出具体的改善 人道主义的措施 否则美国就要改变对加萨的政策 柯比表示 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 看到以色列提出具体的改善措施 人在布鲁塞尔的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也表示 如果看不到以色列有所作为 美国的政策就会改变 同一天在耶路撒冷会见美国议员时 纳坦雅胡强调 美伊两国是命运共同体 加萨这场战争 以色列必须赢 美国大选越来越近 专家分析 拜登试图跟纳坦雅胡切割 但关系事件不断 理还乱 拜登政府原本堆促国会通过 价值180亿美元的对以军售案 现在会不会有所犹豫或改变 是外界观察的重点 刘雍伟编译 北美洲8号将迎来久违的日全时 民众跟天文学家都引颈期盼 欧洲这次虽然观测不到日全时 欧洲太空总署的科学家 确证紧锣密鼓的准备 普罗83号计划 希望在今年9月 能把两颗卫星送上太空 要靠它们来创造人造日食 以便观测日眠 北美洲8号将迎来日全时 许多天文迷都迫不及待 欧洲这次虽然观测不到日全时 欧洲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也没闲着 他们正紧锣密鼓的准备 普罗83号计划 要创造人造日食 欧洲太空总署预计今年9月 从印度发射普罗83号 它由两颗独立卫星组成 分离进入轨道后 将保持精准队形 相距144公尺 只要天文学家一声令下 靠近太阳的遮光体卫星 就会挡在太阳跟日缅一卫星之间 让人造日食诞生 科学家想要透过人造日食来研究日缅 在一般情况下 日缅观测不到 因为太阳太亮了 天文学家说 研究日缅有助于预测太阳活动 并了解太阳风暴 如何影响轨道上的卫星 以及地球上的通讯网路跟电网 不过欧洲太空总署的人造日食 我们从地球上没办法观测 只能近代科学家分享研究成果 五点这边 华联7.2地震造成了上百人死伤 教宗方济各在4号透过电文 向伤亡者以及家属表达哀悼之意 教宗4号向台湾主教团主席李克勉 发出致哀电文 文中指出 教宗对台湾的伤亡及损失感到十分的哀痛 并表示与所有人受影响的人同在 而教宗将为所有的罹难者 伤症以及流离失所的民众祷告 同时为救灾人员祈福 我国驻教廷使馆表示 教廷在3号上午得知台湾震灾之后 也立刻致电驻教廷大使李世民 表达震惊 难过以及慰问之意 趁着妈妈不注意 一名12岁女童偷开车上路 在马路上飘移 相当惊险 马上回来 感谢全国观众烙烈支持 还是全员请上车 收视率在一场新纲 最报效最舒压的实际综艺节目 敬请锁定 每周日晚间八点 还是全员请上车 Ready Go 每周日晚间八点 全员请上车 Ready Go 怎么会许愿可以许愿到来滑雪 我们来滑雪咯 丘赛 丘赛过来 然后脚尖 脚尖 教练 跳 老婆 车祸 十字路口的车祸 我们所有每天采怀的茶 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 把这一片茶叶原本的滋味 用心地呈现出来 它应该就是一泡好茶 这个是很苦的工作 所以当时小孩子就说 我发誓长大以后 绝对不去做这个 家族事业 必须要有一个传承 只要有那个手艺以后 就是吃饭没什么问题 每个礼拜天 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 同学之间有一些摩擦 它就会整个就是 爆炸爆发的那一种 就是哭啊闹啊 现在是因为比较大了 比较知道会响了 而且有些做过一些治疗 他现在人机是不错的 现在特殊教育更普及化了 我们其实已经不是用一些 比较威权或是一些 强制性的方式 去做一些对孩子的对待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本来我们需要的就是 更多的一些辅导资源进来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热线追踪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呢 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了 草原某马翔 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 美国犹他州高速公路上 出现了小孩开大车的场景 一名十二岁女孩 趁着妈妈不注意 偷开家里的车上路 结果就这样开在路上 摇摇晃晃还没有开灯 吓坏了其他的驾驶 后来警方货报到场 使出大绝撞击 把车子拦下来 避免意外的发生 黑色小轿车不断左右飘移 车灯也没打开 后方卡车驾驶 差点一头撞上 惊呼连连 赶快打电话通知警察 结果警车赶到 也差点遭殃 违规驾驶又拒绝停车 警方只好祭出绝招 精准撞击 这辆轿车180度大回转后 终于停了下来 警方赶紧破窗要勤拿驾驶 没想到握着方向盘的 是个一脸稚气的女孩 原来这名12岁女孩 趁妈妈不注意 偷开家里的车上路 一路上横冲直撞 幸好有热心驾驶报警 警方才得以及时阻止意外发生 小孩开大车大闹公路 差点闯下大祸 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幸好警方网开一面 从轻发落 才结束这场惊魂祭 邱凯文编译 非洲尚比亚国家公园 大象攻击越野车 造成了一死五伤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出发了 加油 出发吧 等一下 我不敢下去了 超级高的 超级高的 二 一 走 好 小师 快一点 快一点啊 我从小就玩这个专家里 过过过过 就起来了 再见了 我的冷毒乌龙面 再见了 高丽猜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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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总觉得有点可怕 我没办法收 全新一季 新蜡笔扫心 每周六晚间六点三十分 全台独家首播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台式最新八点脑大戏 追分成功 每周到十五晚上八点 车手下台式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张立东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和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评 我感觉你好像变得 还比较要紧情人 我以前没这样的感觉 现在我发现 我是爱家的董事 哈喽 阿嬷 阿嬷 稍等一会儿 我会在军祖 大家发出要求 你自己没有 一定 好 我这些人应该找不到 比他更好的男人 我会在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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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净就够了 看起来还不得了 快点 五到五 晚上六点 一个屋檐下 哟呼 感谢全国观众烙烈支持 台式全员请上车 收视率再创新歌 最爆笑最舒压的十进综艺节目 进行锁定 每周日晚间八点 非洲上比亚国家公园 发生了旱事 一辆观赏野生动物的越野车 遭到一辆一头大象的攻击 结果造成一名79岁的富人 当场死亡 另外五名乘客轻伤 南非各国大象过剩的问题严重 不但造成了农作物的毁损 甚至危及到人身安全 民众搭乘越野车 在上比亚国家公园探险 观赏大自然和野生动物 不过从草丛缝隙隐约可见 一头大象快速奔来 紧紧跟着行驶中的车辆 突然间大象穿越树虫 直接冲向游客 大象突然发动攻击 连人带车翻倒在地 游客全吓坏了 造成六名乘客受伤 其中79岁夫人马特森重伤不治 其余五名乘客轻伤 松一后已无大碍 这原本是马特森人生 最后一次的冒险活动 没想到却已悲剧收场 取舍游列是非洲知名旅游行程 可以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 是观光客的最爱 但这次大象突然发狠攻击游客 也是这趟行程的风险 上比亚跟波扎那等非洲国家 因为大象数量过剩感到困扰 象群不但会破坏农作物 甚至会攻击人类 到南非参加野生动物观赏行程时 游客也要多注意自身安全 免得半幸而归 综合报道 伦敦的数位互动展 樱花在荧幕中绽放 超级浪漫 休息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张一龙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汉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题 我感觉你好像变得 过得要紧情人 我以前没这样感觉 现在我发现 我是爱家的同位 哈喽 阿嬷 稍等一 我会在滾足 自己发出邀请 你会在滾足 你会在滾足 好 我这次人应该找不到 比他更好的男人 所以现在可以找到我求婚 我应该带 五点钟就够了 看起来还不得紧张 八九八五 晚上六点 一个屋檐下 呦呼 感谢全国观众烙烈支持 还是全员请上车 收视率再唱 新歌 最爆笑最松压的实际综艺节目 进行锁定 每周日晚间八点 还是全员请上车 ready go 每周日晚间八点 全员请上车 ready go 猎猎 我以肩负未来的春日部 世新风的代表身份 向你提出饶蛇决斗挑战 看来街头好像热闹起来了 究竟那对获胜也错过了 全新一季新蜡笔小新 每周六晚间六点三十分 全台一家首播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呢 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 草原萌马虾 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超人很怕出名 你还不来 之前完全没有吃过的那种感觉 它的天神 它的咬劲非常好 它是很熟悉的 它是说它刚刚是有说 有加了一点点 它是冷的 對 再过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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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好吃 那个山药 那个汤好黏喔 你要宣布什么 欢迎参加本季 员工考核 你在打分数喔 我们先看个E好不好 指尖控管 白石瀑布集合 白石瀑布集合 这个也可以 成本控制 旧营座通购 并 11万 11万 果子是我刷我自己的款 我自己的钱买过耶 我那两万一是我买我自己的鞋子啊 不要跟海关说 不是旅游 好 不要再给我们平分了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我们所有每天采灰的茶 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 把这一片茶叶原本的滋味 用心地呈现出来 它应该就是一泡好茶 这个是很苦的工作 所以当时小孩子就说 我发誓长大以后 绝对不去做这个 家族事业 必须要有一个传承 只要有那个手艺以后 就是吃饭没什么问题 每个礼拜天 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 同学之间有一些摩擦 它就会整个就是 爆炸爆发的那一种 就是哭啊闹啊 现在是因为比较大了 比较知道会想的 而且有些做过一些 治疗它现在人机是不错的 现在特殊教育更普及化了 我们其实已经不是用一些 比较威权或是一些 强制性的方式 去做一些对孩子的对待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本来我们需要的 就是更多的一些 辅导资源进来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湾新闻台 热闲追踪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台湾最新八点档大戏 追分成功 每星期到 星期五晚上八点 车手下台湾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张力东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看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题 我感觉你感觉变得更加要紧情 我以前没这样感觉 现在我发现 我是爱家的动物 哈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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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哈 我会在滚足给你发送邀请 你会咬你吗 一定 Good 我这次人应该 我爱您好 我是杨祥瑜 一起来关心天气 不过在这之前 在稍早的时候 相信有不少民众 都可以感受到地牛 又稍微的翻身了 至于在这一期的地震 规模大小 以及是否后续 会有相关的余震 台日新闻也将会持续 待您掌握 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天气 在今天天气依旧是 偏比较闷热的天气形态 在中南部的地区 高温是可以来到31到33度 在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 输了在大约23到29度 其中要特别留意的是 在嘉义以南的地区 尤其是近山区 或者是河谷的地方 都可能会达到高温 出现36度以上的几率 但是要留意 在今天局部地区 也会有低温的发现 而且这个低温是来到了 20到23度 是有一定的落差在的 所以民众出门在外 还是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 再来带您关心到降雨方面 在今天 因为有封面通过 再加上 华南云雨区的水期冬移了 所以在今天开始 就会逐渐的有雨是进来 尤其是在今天的白天 在北部以及 东半部地区 九局部地区 开始有雨了 但是要特别留意到 明天开始 这个降雨的范围扩大 而且降雨的时间也会变长 而且从明天开始 在中南部地区 可能就会出现局部的 午后对流的雷震雨 要特别留意 在礼拜天的时候 这一波雨是 还会得在 逐渐的扩大 而且范围是扩及到了全台 因此在全台地区 都要严防会出现降雨的情况 而且不排除 只要全台各地 哪个地方 有出现比较旺盛的对流系统 都会有剧烈的天气发生 要留意雷击以及瞬间大雨 这波水气到了周二 才会逐渐的转干 那么未来一周的温度分布 可以以周二来做一个界限 在周二之前 是比较暖湿的天气形态 到了周二之后 因为封面开始远离了 所以接下来温度 会略微的奏降 接着透过图卡 以后来带您关心 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北部地区 基隆二十一度 台北新北二十二到二十三度 草原新竹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苗栗二十三到二十六度 降雨几率达到百分之三十 接着往中步走 台中二十七到二十九度 彰化南投二十五到三十度 云林嘉义落在二十六到三十度 降雨几率来到百分之十 南部地区 台南二十七到三十度 高雄二十九到三十一度 屏东三十到三十三度 降雨几率来到百分之十 局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的高温 宜兰二十二到二十三度 花蓮二十四到二十六度 台东二十六到二十九度 降雨几率达到百分之三十 外岛地区 廉江十五度 金门二十到二十三度 澎湖二十四到二十七度 要留意廉江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 天气小滴宁 最后几件事要提醒 在今天封面通过了这几天 余震不断 所以在山区的时候 要留意摊放以及落石 接着精明两天 沿海以及外岛地区 有较长的震风 所以无论是在山区 或者是沿海的民众 都要提高警觉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天气讯息 恭敬参考 盖属中期 你要宣布什么 欢迎参加本季 员工考核 你在打分数 我们先看个E好不好 指尽控管 白师步步集合 这个也可以 成本空子 旧营做通购 并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果子是我刷我自己的块 那你也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那两万一是我买我自己的鞋子 我要跟海关说不是旅游 不要大根本平分了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那没什么问题 每个礼拜天 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 同学之间有一些摩擦 他就会整个就是爆炸爆发的那一种 就是哭啊闹啊 而且有些做过一些治疗 他现在人机是不错的 现在特殊教育更普及化了 我们其实已经不是用一些 比较威权或是一些强制性的方式 去做一些对孩子的对待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本来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一些 他的天成变成他的咬劲非常好 他是很熟悉的人 他是说他刚刚是有时候 有加了一点点 他吃了一点 对 再过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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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吃 很好吃 这个山药 那个汤好黏喔 恰恰跨台湿追奔成功 大家好我是莎莎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看营业中第三季周 英国伦敦数位互动展4号登场 上百朵的樱花 在巨大的易经萤幕中绽放 充满春季的浪漫氛围 也是以民众前来朝圣 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安您好 台湿新闻威事宏乃蓉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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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